原标题 早在遥远的先秦时期,就有关于腊八节的记载,南北朝时期腊八成为腊月里重要的节日,南朝两代的宗典在荆楚岁时纪中曾记载,12月8日为腊日。 可见,腊八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有很重要的地位,中国的传统节日从来不缺掌控,每个节日背后都蕴含着丰富有趣的民俗文化,有着宗教、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基因。 就拿腊八节来说,关于它的民族就很多,比如泡腊八蒜和腊八粥都是过腊八节必不可少的环节。 什么是泡腊八蒜,就是在阴历腊月初八的这天来泡制蒜,这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区尤为常见,这项实俗背后的寓意很讲究,腊八蒜的蒜字和,算这个字眼同音。 具体的意思,就是在腊八这天,各家的商铺就像年度盘点一样,把这一年的收支盘点一下,算出盈亏收益的情况。 老北京的民燕就曾说,腊八粥,腊八蒜,放账的送信,欠债的还钱。 可见,这些民俗文化,都是有它的故事和由头的。 可腊八粥的寓意,和由来就更有意思了。 众说纷纭,笔者就讲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。 上文曾说传统的节日,一般都有些宗教的文化,可腊八粥这项民俗,就和佛教有一些关联。 相传佛教的创始者释迦摩尼,就是在腊八节这一天,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。 人们为了不忘记释迦摩尼在修行的时候所受的苦难,与每年腊月初八十周以作纪念。 腊八粥还和两个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联系,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,另一个是抗金英雄岳飞。 朱元璋和腊八粥的故事读者应该都很熟悉,很多影视剧也曾演过相关的情节。 相传朱元璋当年给地主家放牛,因为疏忽,牛的腿摔断了,地主因此将它关了起来,不给其饭吃。 饥饿难耐的朱元璋饿得是前心贴后背,正发愁没饭吃的时候,看见一只老鼠从身边流过,灵机一动想到老鼠洞里肯定有吃的。 于是乎顺腾摸瓜找到了老鼠洞并将其挖开,收获颇风。 老鼠洞里散落着各种粮食的碎渣,朱元璋将其煮成了一锅热腾腾的粥,填饱了肚子。 后来他当上了皇帝,对那顿粥依旧充满怀念,就叫玉厨根据自己的印象和描述做出了那碗杂贵粥, 正赶上那天使喇叭,就将此粥起名为喇叭粥,这也是喇叭粥起源较为有名的一个故事。 岳飞和那八州的传说,民间流传也很广泛,当时,岳飞率部抗金于朱仙镇,正值寒冬,西寒交迫。 当地百姓相继给岳家军送粥,岳家军吃了这百家粥后士气大振,大胜而归。 胆巧的是,这天正是十二月初八,后来,抗金英雄岳飞死后,人们为了纪念他,没到。 那月初八,便以杂粥斗果主州,那八州由此诞生。 这就是关于那八节的一些历史趣闻,其实,关于那八节的习俗故事还有很多,笔着只是希望通过此文抛砖引玉,让更多的读者多去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。 每个节日背后都有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,或许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,对于传统节日的兴趣越来越浅,但如果真的深入挖掘了,便会觉得,传统节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,而是充满了质感和仪式感。 文莫助各位读者腊八节快乐,别忘了喝腊八粥。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,百权归原作者,文原力聪编任会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文本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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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